大家好,这里是真佛天后新闻台联生活佛文集网络读书会直播 今天是第1562集的播出 星期五的晚上了 节目一开始为大家播放的是 孔雀冥亡心咒 同时期请根本传承大家词 我们也做读书会的直播分享 这个音乐非常的特别 是印尼,不是印尼,台湾宜兰禅光堂 他们所制作的孔雀冥亡的心咒 是我听过里面孔雀冥亡咒最具有那种力量的 最好听的 我们来一起欣赏 奉请大孔雀冥亡 有感受到他法流加持的麻烦流言加义哦 也奉请孔雀冥亡谈成诸尊 我来给亚迪沙 欣欣欣欣欣欣欣 欣欣欣欣欣欣 欣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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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欣� 哦牛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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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嬤,阿嬤,阿嬤,阿嬤 阿嬤,阿嬤,阿嬤 阿嬤,阿嬤,阿嬤,阿嬤 阿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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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我们来看看现场同门 罗美芝 佩吉萨 佑美莱 佑南圈 虎芳芝 王国会 陈娇峰 艾伦六 陈青梅 陈青梅 陈摩恩吉 林大为 王国会 李东代嘉义 薛丽令 吴秀吉 林美六 林华明志 薛丽令 李金淑 吴秀吉 王牧义 李东代谢大佛 简单 祭真 白热丹 花太郎嘉义 还有 海瑞汉 波木泽 李金淑 简单 王月音 王宣凯 你好 凯莉布拉娜 艾伦六 罗美芝 我们来奉请大孔雀 冥王 佛母 有感受到 孔雀 冥王 佛母 法流 加持的 麻烦留言加义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欺请大孔雀明王佛母 大发神威 欺请孔雀明王星光升 欺请你所有掌管 三十六天罡 七十二地上 所有的眷属 所有的坛城 所有的诸尊 全部向都降临 欺请大孔雀明王佛母 欺请大孔雀明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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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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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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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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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感受到孔雀冥王佛母法流 万点加持的麻烦留恩嘉义 船长 宝贝 宝贝 usar 用 杨医 及 他下降的法流很殊胜 黄川鱼 欧川嘉一 还有陈凤美谢大伯嘉一 王国会家刘春梅 廖元宇 郭慕泽嘉一 伊万丢Lotus Day B 萧柯田师兄 王国会季节 廖元宇 萧柯娜 艾雷六 罗美芝 北吉塞 胡芳芝 那有令嘉一特殊会 我们很久没有奉请孔雀冥王伯母 对不对 李建树嘉一 JJNG 同盟不断的上来了 想要再得到孔雀冥王再次的加持 可以等一下 接受之后来看重播 他这个法流很殊胜 最近有同盟说 会去上市 那个读书会直播 那个前面念咒 那个法流很强 对 都是因为我偷顶上面的这尊师尊很强 师尊招请 所有祖尊来加持大家 修书会 祝加布 陈金飞嘉一 李佣妹 佩文 好 赞保时间 来看看这个是 上次有跟大家看到 对不对 这个是 里面有师尊的法射力 这个是龙王的流金的伯牌 里面有师尊的法射力 给大家看一下 那后来我把它换一个链子 换成紫色水晶的 拿起来那个很热 上面还有两个财宝 嘿嘿嘿嘿嘿 哦 聚宝盆 嘿 那这个呢 帮 这个就是把它换成这个水晶的 紫爆花的水晶项链 嘿 那这个是龙王 后面是师尊 前面是龙王 哦 龙王 那那个是流金的 上面有这个闪闪法亮的金钻 里面有师尊的法射力 这个是传承信物 啊 赞保给大家看 谢谢 嘿 好 祝贵链文 嘿嘿 那今天呢 要继续再跟大家介绍 师尊的文集第299册 哇 这个八旬老生笔记 嘿 今天呢 因为他每一篇文章很短 所以呢 哦 每次都介绍三篇文章 那这本书呢 又写到大家 呃 各位弟子们啊 感应的一个心得 哈 那有感应也好 没有感应也好 我觉得我们读书会同盟 其实很多同盟都能够感受到 师尊的法身 所以主要是你感应之后 能不能坚固 嘿 能不能一直坚固 像我每次 读书会直播修法都每次都有看到光 嘿嘿嘿 哦 你能不能坚固 不是说感应一下子而已 而是能够一直持续的 然后呢 呃 定心 定心是一个很大的护法的力量 对不对 遇到任何事情 心能够定下来 不会被 那个心魔滋绕 啊 让自己心很乱 那个也是一种感应的 啊 好 那我们先来看 哇 两颗肿瘤 如果哦 今天介绍这篇文章就两颗肿瘤 如果身上有肿瘤 会不会影响自己的心 我我看会哦 嘿 那自己 欸 我最近刷牙也是哦 因为年纪大了 那那个牙营 蛤营的肉越来越薄了 嘿 虽然是一个正常的退化现象 那不过呢 还是要那个 顾好自己的牙移 顾好自己的牙齿 身体的各方面都在退化了 嘿 那你要如何去观察你自己 嘿 身体正在起变化 哦 那何况是身体长肿瘤 嘿嘿 会不会影响你的心情呢 反而师尊更加的精进 那么呢 曾经有人问师尊 卢师尊 你长过肿瘤吗 师尊叔他长过 哇 长过肿瘤长在哪里 哇 那个 哪一个脚 右脚的大拇指的上方有一个 还有肚脐的左方有一个 那有多大呢 那师尊讲 右脚的脚拇指 嘿 那那个肿瘤 有像乒乓球那么大 哦 肿瘤像乒乓球那么大 好恐怖 那肚脐旁边的肿瘤 有半月型的那个 哎 白背拔 那么大 哈 师尊 其实我觉得师尊也是在加持众生 也是在视线替代 嘿 师尊其实是没有肿瘤的 都是 我觉得都是众生的病业 然后呢 师尊帮众生替代 因为太多人生病了哦 那人家问 卢师尊你是一次长两颗肿瘤吗 师尊讲 先是右脚的肿瘤先长 然后再肚脐的肿瘤再长 哇 那怎么办呢 长肿瘤怎么办 师尊常常讲 有病要先看医生 嘿 哦 不是说我们学佛不是迷信 对不对 看了医生 那同时自己也要念经咒回向哦 师尊讲 右脚上乒乓球的肿瘤 师尊用手直接加持他 按着他 加持念高王观世音真经 加持持续了一段时间 大概还要两个月 整个乒乓球的肿瘤才会消除不见 哦 所以呢 各位同盟 那个有人说这个 有 释迦布里佛有一个是治 癌流的经咒也可以 那师尊是念高王经 那手按在肿瘤上 然后很有耐心的很专心的念 对不对 所以呢 你们觉得时间还早吗 自己身体还健康吗 人到了年纪大的时候呢 什么样的突发情况 你可能都没有办法预料到 你看 连师尊都视线 他长肿瘤 是给他按下去 然后念高王经 还要长达两个月 哦 所以一定要有坚强的信心 那师尊呢 给他念佛 那念佛是念什么 那么三十六万亿 一十一万九千五百 同名头号 阿弥陀佛 然后再给他念高王经 他那个肿瘤是慢慢的 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最后竟然不见了 那弟子问 那师尊你肚脊一旁的肿瘤呢 哦 那师尊讲说洗澡的时候呢 手碰到他有半圆形的肿瘤 师尊说他自己也吓一跳 那怎么办呢 有人送师尊精油涂在半月形的肿瘤旁边 有人是那个就是这个精油 我觉得也要看对不对 但是如果没有精咒加持 这个精油不一定能够起到效用哦 师尊然然是念精咒 给自己那那个肚脊左边的像半月形半 半杯的那个肿瘤一样哦 也要给他念精咒 刚开始没有缩小 但是呢 还是给他念三十六万亿 一十一万九千五百 同名头号阿弥陀佛 再念高王经 然后一面图经有 一面按住这个肿瘤 然后呢 结果大概一个半月就缩小了 后来呢 就不见了 那什么原因缩小呢 师尊说 我始终认为那是因缘果报 有冤有仇 障流障碍都是 那我念佛持经是超度冤叶 把冤叶消除肿瘤就会好了 那卢师尊庆幸这两颗肿瘤消失了 嘿 我记得他早期的时候的师尊书上写说 他帮一个弟子加持身上的瘤 加持了之后呢 大概这个自己又长了一颗大概花了半年 所以呢我们有个同门 他呢是在这个颈部那边长了一个瘤 我看那个瘤有一个碗 吃饭的小碗那么大 嘿 但是他自己都比较没有信心 但是呢没有信心又喜欢参加法会 嘿 然后祈求师尊加持的时候 师尊跟他讲一句话 你要跟肿瘤和平共处 嘿 不要因为这个长这个肿瘤 然后呢就影响自己的心 自己的心呢要去安然的接受 这个是自己的病业 嘿 不要去叛逆 不要去讲说你不要来找我 一天在主 你赶快离开 你要想说那个是你前世 过去是欠他的那个业障 师尊曾经在地狱里面呢 看到了很多很臭的丸子 有的像鱼腥味有像大便的味道 有很脏的那种那种臭味的丸子 在那边跳 然后呢他们都要给师尊加持 加持之后呢他们那些丸子呢 一颗一颗的肉丸就来到人间 附在他前世过去的那个冤家对头人 让他们长留障碍 所以呢这个都是什么呀 过去式的因果 嘿 所以呃自己有业障 对不对 那当然求师尊加持 可是你自己要去面对 不要只是等着人家加持而已 自己的心要静下来 那要忏悔业障 要报名冤亲债主超度 要报名师尊法会主起 自己要念功课 那要报名冤亲债主归一 也要做种种的事情来还一个债 好 故事回想慢慢就会好 对 要有耐心 你看师尊都两个月一个半月 之前呢他那个念大卫德金刚咒 长那个柳他念大卫德金刚咒 花了半年的时间 好 黎文 好 那这个就是消业障 他没有捷径 对不对 你要消业障 包括病业的 或者要求财的 或者要求敬爱的 反正你所求的愿 都是前世的因缘果报所造成的 自己一定要有耐性 来念经修法 你说修法念 没有心情念 很急 很急的话呢 你越急 越求不到 好 那你把师尊的文集拿来念 那你急的心就会放下 那念个20分钟 30分钟 你再来修法 效果会回来 好 再来第二篇 要跟大家介绍什么文章呢 79岁的无常 哇今天这几篇文章都在讲病业 那这个去年是79岁 我是59岁 我59岁的那一年 我新冠肺炎疫情期间 三年来我没有得到过一次 中过新冠肺炎COVID-19 就是在去年59岁的二月吧 中了一次 哇感觉怎么样 全身在发热 然后很喘 好像那个气都喘不过来 哇 59岁中过一次 好那79岁的无常 师尊说为了警惕众生 特别写下59岁的无常 也就是2022年11月 那师尊回到台湾 隔年的二月 师尊从台湾回到美国 那在台湾的2022年 年尾的那段时间到台湾 都非常的好 也跟弟子聚餐 虽然有COVID-19 有种种的 那个疫情还在 但是师尊还是很自然的出来 跟弟子们接受 接受弟子的共餐 完全都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从台湾回到西雅图的时候 就惨了 那一年刚好是他79岁 那个医生突然宣布 要给师尊换药了 在台湾师尊每天练金刚拳 少林棍太极拳 练无漏 小毛病是有 但是呢 这个什么大的毛病没有 血糖 血压 血脂肪 胆固醇 都算正常 身子保持在健康 那个健康的状态 可是呢 就在隔年回到美国 每三个月身体检查 结果他的一位专科医师 竟然给师尊换药 因为一个很小的 很小的数据 其实那个不用理会他 可是那个专科医生 为了表示他是专科 他居然换药了 然后呢 第一次换药 无常就来了 师尊肠胃不舒服 一直拉肚子 吃了饭 一下子肚子就不舒服 不能久坐 那身体就瘦下来 脸上的红润 早已经不见了 这个是去年的事情 哇 看见师尊的 都大叫 都大叫一下 吓了一跳 师尊你瘦了 连那个日本的法师 最初见师尊 也是看到 很久没见到师尊的弟子 一看 哇 师尊你瘦得好厉害 然后呢 师尊就把这个换药的情况 跟医生讲 医生说 好 我再换第二次药 又换药 变成脚水肿 水肿的呢 像小腿肿的像冬瓜 哦 哇 大腿就像大象 手指一按 那个肉还会陷下去 那个是真的是 那个水都排不掉 一定是伤到肾脏了 举步为肩 走路一拐一拐 差一点跌倒 而且走不远 两只脚已经不听使唤了 实在是非常的痛苦 可是呢 师尊即使是这么痛苦 还在帮弟子问世 还在周六开市 还在加持 还在主持法会 我们师尊的毅力真的是非常的惊人 好 那到了第三次 医生说 还是在换药 对不对 第一次呢 师尊肠胃不舒服 第二次水肿 第三次再换药 总会好吧 结果竟然是尿蛋白超高 那那个尿蛋白呢 就是我们尿尿的时候有白色的泡泡 那个泡泡呢 就是如果一下就不见了 那这个是正常的 但是那个泡泡如果一直在凝聚不散 那个就是肾脏的肾小球有故障 那表示着肾脏功能正在衰退了 好 那尿蛋白超标在一刹那之间 达到千位数以上 非常吓死 那师尊遭遇了 到这个无常 真的是得知病情 痛不欲生 身不如死 万念俱灰 苦不堪言 这期间 我有到西雅图来 然后有 大家每天都在问师尊 你今天的情况怎么样 你今天的情况怎么样 甚至呢 有一次在吃饭完之后呢 紧急的情况 师尊呢 就是那个脸色很惨白 嘿 因为那个医生换那个药 又换得很差 那医生 师尊脸色惨白 然后呢 赶快请这个 懂得医学的师兄 来帮师尊 嘿 后来又用一个药 又把他止住了 嘿 那所以呢 师尊说他的小腿 皮肤裂得非常的痛 79岁来了四大五常 你说释迦牟尼佛 80岁怎么样 有偏头痛 有骨刺 有肠胃炎 嘿 人到了一个年纪 谁都不能够例外 哇 那师尊呢 所以呢 我如果到时候 嘿嘿 我病了 我不知道能不能直播 还这个 没有办法预测 人都不是一帆风顺的 人都会面对无常 趁现在能够修法的 就赶快要修法 就是这样 师尊呢 79岁 肠胃不适 然后呢 这个蛋白 尿蛋白超高 脚水肿 还有那个皮肤破了 这个就是师尊 79岁的无常 师尊真的是 无语问苍天 师尊说79岁那一年是他 人生中最悲惨的一年 因为师尊 从年轻到老 其实身体一直很好 很少像这样子的生病 病业的一年 一波未平 又另一波起 瑶尺基姆讲说 师尊79岁就回来了 那师尊问瑶尺基姆 这个是指生病的结束吗 病结吗 那当然怀疑是不是换错药了 那时候在西雅图 我们都说 师尊如果那个时候 你回来台湾就不用受罪了 因为台湾的医生 台湾的医生是最厉害的 所以呢 我看了这个 这个例子之后呢 我已经不再相信欧美的医药 我觉得台湾的医药非常方便 你要中医也有 西医也有 中医呢 甚至呢 你常常去给他针灸都可以了 像去年在日月潭跌倒了 然后呢 我这个手这边有扭到 针灸两三次就好了 他那个很快的 台湾的医疗真的很方便 西加坡我想应该也很好 对不对 那个美国的真的是 现在真的是跌破眼镜了 那师尊说呢 他还是为医生讲话 他说我知道专科医生是为师尊好的 也不能怪医生 也知道七十九岁 这个正充太岁 那师尊已经早安太岁了 也安了保密护身 所以各位同盟 你们如果遇到九 对不对 有人现在四十七 可是四八四九 还有两年 趁这两年赶快修法 要精进了 你的身体不是一直这样的 遇到了犯太岁 遇到了大结束 一样会有病业的 好 然后呢 师尊讲说 腰子基母只是七十九岁 但是呢 师尊说一个人身体 用了七十九年 这个房子早就老旧了 还要修修补补补 鲼补补补这怎么办 所以 vere 那师尊有没有求姚执积母 当然有 那时候弟子 每个人都在生日的时候 他把师尊的农历升成年月日 用一个红包袋 再用红线绑着 放在姚执积母 或者莲花童子的手上 大家都发起求师尊长寿处世健康的 那个活动 我家里也有 你们家里有吗 所以师尊也有修法治病 也有求佛不杀 也有医疗方面 师尊讲说 这个沙佛世界 真的是求不得苦 他不惜患 不惜喊长寿 也没有想说要久住世间 那个梦幻人生 谁也不能久留 连这个治病的医生 也是无常 但是师尊想说 让他如果有一天要走的话 让他快快乐乐的走 弟子们不要懈怠 大家都到佛国去吧 当然现在师尊现在又好了 可是呢 有人讲好了 好了伤疤忘了痛 有些人就是这样 我曾经看过一个讲师 他说他 并业起来的时候 怎么样 毕业起来的时候 我觉得人生无常 但是毕业好了之后 他还是 自己的习气 还是有的 所以呢 人真的是好了 伤疤 疤疤 忘了痛 一定要常常记得 自己的无常 好 看看同门 哇 已经多达20个留言了 陈小萱 你要做三个红袋 祝师尊 对不对 健康长寿 很少吃药 医生开的药也是吃小小的 有些药是不适合身不合适身体健康 那些医生用常识的心态把人当白老鼠的 对啊 我们那时候也在想说是不是这样 这个医生把人当白老鼠 气死人了 对啊 我们那时候也是觉得这样 但是始终还是帮这医生讲话 始终很慈悲 林梦慧 还有张皮诗杰和健鸿 但顾存等都是算是正常的 甚至要保持健康健壤的状态 那个 那个是 我 好 那空门 对不对 空门问 Andy Say Joja Hua 还有 风明带 古风豪 刘芷 Michelle Lee 还有美乐特斯 那 Lisa Chan 郑小轩 关东地 巴赖英佛子 秀丹肉 黄辰 威尼丹 阿西纳乌 还有 Joja Hua 张敏 珍 罗美芝 中医珍就很厉害 班基芝 一珍就见笑 亲身的体验 Chris Lee 林怨君 罗美芝 薰君 Juan Juan Bogi 好 谢谢大家 那介绍这两篇之后呢 我们再来介绍下一篇呢 那 刚刚那个介绍两篇 一个是两个肿瘤 一个是师尊 那个79岁的无常 那这个都是一种病难 对不对 这种业障的视线 那从这个病难里面呢 体会到什么呢 怎么样的精神 就是舍 慈悲喜舍的舍 舍的精神 这下一篇 舍的领悟 那师尊 老老老记住自己的事 远不舍一个众生 生生世世 度众生 绝不告人 今天呢 好像一天之中 最多同门 有的问上司谈成怎么样 有的问自己的亲人生病怎么样 有人问自己的家人 又有怎么样的问题 对不对 我变成问世小型 问世中心了 但是呢 没有世尊的伟大 世尊讲说 他是不舍一个众生 这个舍呢 世尊说 他是怎么舍呢 慈悲喜舍的舍 是怎么舍呢 舍掉了憎恨 那不会偏袒喜欢的人 讨厌的跟喜欢的 一律平等的对待 因为众生都是前世的父母 对不对 所以有一个人 去怎么样 买西瓜 结果那个卖西瓜的人 看他很讨厌 不卖他 另外一个人呢 买西瓜 那个卖西瓜的 自动把他打折 这又是什么因缘呢 原来那个卖西瓜的 跟这两个人 是有因果的 他说话说呢 这个卖西瓜的前世 是一个死囚犯 然后呢 要这个被打入这个死牢 快要被指死刑 旁边有两个人在看好戏 一个说死得好 死得棒 死得呱呱叫 那个死囚犯瞪他一眼 对不对 又不是你死 你怎么这样子诅咒人家 另外一个说 哇好可怜哦 年纪轻轻就这样 希望他能够减轻痛苦哦 哇 好后来呢 转世之后呢 那个卖西瓜的 就是这个死囚犯的转世 那个骂他死的好的 就是卖西瓜不卖他的那个 另外一个说 年纪轻轻就这样子往生了 真的很可惜 希望他一路好走 那个人呢 这个后来转世 卖西瓜呢 他来买西瓜 结果卖西瓜的 给他特别打折 所以你看看那个人缘呢 人的缘分 对不对 都是你前世的因果 你能够怪谁呢 就是这样 所以呢 你要去讨厌谁吗 要喜欢谁吗 你要想想看这个故事 是不是 你跟人家过去世 是不是有这个 种下什么因果呢 所以讲众生都是我的父母 现在我跟众生平等的立场来讲 那 师尊 我们 大家都有佛性 那我们的心 那佛众生 三无差别 所以师尊讲 我一定要好好的来度众生 深深世事度化众生 师尊呢 也发愿绝对不告人 只有人呢 在陷害师尊 在网路上毁谤师尊 就是知道师尊 有一个原则不告人 所以都尽量在网路上毁谤 有没有 有这样的人 但是师尊仍然忍辱 那这个师尊说 他不告人的原因是告了人家 人家很痛苦 都是天涯沦落人 何必苦苦相逼 把痛苦加诸在人的身上 有人跟师尊借钱 借了钱不还 师尊也不告他 有时候就这样 师尊说 我感受到众生的苦 等于自己的苦 感受到众生的乐 等于自己的乐 那我遇众生 离苦得乐 你看可以感受到 所以你知道 师尊怎么感受众生的苦呢 当年我是1993年5月8日出家 我在出家之前 我的父母写了一封信给师尊 哇他写什么 妈妈每天以泪洗面 那个以泪洗脸 因为我快要出家了 家里人舍不得 不是阻碍我出家的路 实在是我是他们的心头肉 舍不得我出家了 哇 其实很悲惨的 然后呢 这个家中 我们那时候开公司 家中公司无心上班 第三个大姐的孩子 每天问阿姨 什么时候回来 师尊看了那个信 我哭了 师尊也眼泪也流下来 师尊能够感受 我父母的那种张悲 我哭是怕说 我怎么出家的阻碍那么大 亲情的阻碍那么大 我儿哭的 但是师尊哭的是 知道父母呢 要舍一个孩子 让他出家的那种心 那种心情 所以师尊也掉眼泪了 那师尊问我说 慧君你决定怎么样 我说我还是要出家 求师尊赶快加持我 因为呢 在不趁年轻的时候 那时候我28岁 在不趁年轻的时候出家 你看看我现在60岁了 对不对 我爸爸妈妈说 你要等父母走了 你才离开 可是我爸爸去年走 我妈妈是2011年走 哇这当中要耽误了多少时间 万一又结婚生子 哇我又被亲情 家庭伦理绑住了 那何时才是 这个脱离苦海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个长痛不如短痛 结果后来发现 当时选的路是对的 后来我爸爸妈妈 都到西方极乐世界了 都给师尊印证到西方极乐世界了 对不对 所以当时的决定是对的 所以但是师尊呢 是可以感受到 我父母的那时候的那种伤悲 那种悲痛 那种亲情难舍的悲痛 他可以感受众生的苦 可以感受众生的乐 他希望众生都能够离苦得乐 当然或许很多 那个人把苦都加 诸在师尊的身心上面 那这个 网路上有人毁谤的 不幸的 然后呢 讲出一些 那个令人很伤感的话 来毁谤我的师尊 但是师尊呢 想到耶稣讲的一句话 耶稣基督呢 在被定十字架 然后被带那个有次的 那个王冠 然后笑他说 你不是那个救世主吗 现在让你当王 那那个 那个有次的那个王冠 刺到他皮肤 那个血都流满面 对不对 那底下的士兵在嘲笑 不相信救世主 自己都很难救 怎么去救别人 但是耶稣那时候 对上帝讲一句话 说亲爱的主 亲爱的上帝 请原谅他们 因为他们所做的事情 是他们不知道 那师尊把这句话 当作至理名言 当有人要毁谤师尊 师尊也是说 他们所做的事情 他们自己不知道 自己不知道 自己正在造业 那其实我们都是一家人 我们都是未来佛 那师尊喜舍的舍 还舍去什么 舍去吃醋 嫉妒 称恨 贪爱 舍去生命 为什么连生命都要舍去呢 因为生命是众生的 该舍 则舍 所以呢 有弟子跟师尊讲 师尊发现舍得越多越快乐 师尊说 没有错啊 因为信量大如虚空 当然一定快乐 弟子讲舍到空的时候 才发觉一切皆空 师尊说 回归本然啊 回归本然是什么意思呢 体性空 自性明 真空 妙有 以前有个主师 怎么样参都参不到 这个佛理佛性是什么 有一天他大病一场 病到快要没命了 突然他说 那个身体也是虚幻的 然后就这样开悟了 真的是把那个生命 都把他看空了 最后他看到这个空的身体 他那个后来他就觉悟了 也有一个主师吧 好像摔破杯子 摔破了 结果呢 虚空粉碎 他也开悟了 把妄念粉碎 你现在想要赚钱的妄念 现在想要健康的妄念 想要什么样的妄念 那像杯子一样把他摔破了 因为他是不小心打破了 结果那个妄念一破 他也震入空隙 就是这样 那所以呢 体性空 自性明 真空妙有 慈悲惜舍的舍是什么 大宝藏 大圆满 大永恒 我们要学习舍 然后呢 师尊对弟子讲 人跟人是自他平等 行者要 更要 把自己看清 把别人看得比较重 他人比较重 这才是舍 这个也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 那要 求六度 不失持戒 忍辱 精进 禅定 智慧 行者要自他互换 常常为别人想 不要为自己想 这才是舍 自己要当牧羊人 羊先上彼岸 牧羊人在最后上彼岸 这才是舍 那所以呢 要将自己的生命 无条件的给众生用 好 是不是这个舍 让你觉得非常的深深的感动 为什么业障还在 因为还没有体会到舍 没有舍这个妄念 没有舍这个执着 那没有舍自己的 种种的 这个想要求的事情 只有先放下 然后再提起 那你可以慢慢的接触到如来的菩提心 所以呢 你在修法 在念经念咒 你要有舍的精神 至少要舍一个妄念 舍你正在乱想的妄念 你经咒才能够念下去 好 看看同门 感恩上师讲法很感动 刘沛琴 Eddie Brown 黄翠萍 那还有蔡小轩 上师看得到真不容易 这个出家 出家是感谢师尊佛菩萨给我机会 那读书会直播是感谢大家给我机会 支持 出家是大笑的行为 干风力 心存善念 口说软语 手做好事 好 叶齐薇 点花培香 单续化 李千华 优独立 依阿梦 李千华 蔡双燕 红钢HG 王玉智 康顺泽 还有 邱娇化 江敏珍 谢谢大家 还有十分钟的时间来跟大家介绍 哇 师尊介绍讲 中卡巴大师 秘宗道次第广论 那师尊呢 今天要跟我们大家要分享什么呢 昨天讲到成事 在帮我写下去 传承的成 事情的事 那昨天提到说 我们在供养佛菩萨也是一种成事 在修法也是一种成事 对不对 讲到这里 那师尊呢 有一天就问大家 你们猜啊 我刚刚在修法 我供养佛菩萨成事什么 结果有一位上师 年庙上师 他讲说 他看到师尊 供养一只金表 哇 那个师尊讲说 你能够感应到师尊 正在观想供养金表 表示你修法很有力量 好 这个金表就你的 这个上师就得到了 哇 劳力士的金表 他说 我用意念 把劳力士的金表 观想在虚空中 变化成为千千万万的劳力士金表 供养给所有的空行母 因为金表是你用的 所以供养给所有的空行母 哇 这个供养 就是一个很大的成事的作用 所以呢 你们吃饭的时候要供养 修法的时候 别忘了供养 成事 所有的佛菩萨护法 然后呢 师尊讲 他每一次哦 在供养的时候 都会感应到诸佛菩萨 本身的灵光 他可以知道 他这次的供养 佛菩萨有没有接受到 对不对 供养一只手表 那呢 你要想什么 这个佛菩萨都接到了这只手表 上面有一条龙 这个是龙年嘛 我新买的一个表 那供这个表 然后呢 每一个这个佛菩萨 虚风中诸墩的佛菩萨 都拿到这只表 对不对 那个才是供养 那你供酒 每一尊佛菩萨 都在喝你所供的酒 对不对 把它变成冻的 好 那在供养 每一次都会感应到 接受到佛菩萨 本身的灵光 今天自己变化成为两尊佛 而且在变化当中 非常的仔细 包括他身上所发出的那种 很细腻很细腻的光 那么呢 那就是师尊在供养 是非常的真心 我们要学习师尊 这个真心供养的精神了 好 那我再跳过几段 那这个阿蛇尼金刚上师 其实有分四个等级 一个是阿蛇尼耶 阿蛇尼耶 一个是大阿蛇尼耶 一个是金刚大阿蛇尼 一个是大驰名金刚阿蛇尼 这个是最高等的是 大驰名金刚阿蛇尼 每一位这个阿蛇尼 比如说刚开始呢 这阿蛇尼就是上师的意思 这个上师至少要能够懂得仪轨 再来呢 要懂得修法 而且要相应 再来要懂得修法相应之外呢 常常跟自己的本尊在一起 再来呢 是正的佛性圆满的大驰名金刚阿蛇尼 所以呢 他要讲说 懂得四步行步 就是两步的阿蛇尼 懂得四步行步 瑜伽步 就是三步的阿蛇尼 成就的四步的阿蛇尼 就是大驰名的金刚阿蛇尼 简单的来讲 就是我刚刚跟大家介绍的 你能不能当一个上师 你能够懂得修法仪轨 能够讲解修法仪轨吗 再来你懂得修法 如何的口诀 能够深入吗 有正业吗 再来你常常能不能跟本尊在一起 第四个能够证得佛性 大驰名金刚阿蛇尼 他上师是有层次的 那关于这个苦行 上一次也介绍过 所以呢 这个不管你修苦行跟修乐行 其实最主要还是要入你的心 那苦行只是说社造众生 他有真正在修行很苦 可是呢 自己的心一天到晚在那边哀哀叫 没办法入三摩地 没办法定心 这个苦行就没有办法帮助他 那热行的一天到晚太热太享乐 也没办法帮助他 一定是有一些苦的 有一些热的 然后能够让自己心能够融入在三摩地 融入在空性才是最重要的 常常有同门问上师 同门问什么 上师我念经咒如何回向 我说同门 真正的回向不是在你念回向祭的那一刹那才叫回向 是每一个经每一个咒 你都在观想 你念咒的佛光 回给你想要回向的众生 对不对 回向 你的冤亲在主能够承接着佛光 承接着佛光 然后往生西方 那个才是你念经念咒每一个回向 以前我在念经咒的时候 怎么每次念就打瞌睡打瞌睡 我想说 怎么这段时间念经咒会打瞌睡呢 那我就跟我自己的本尊护法祈祷 那祈祷的时候我入定才看到说 哇在上方一大堆 有时候在加持众生的时候 有些众生他的这个冤亲在主就在上方 然后呢上面有佛光在照着他 我在念咒的时候 那个佛光在照耀着这个众生 后来我就知道了 我念经咒呢 我要观想佛光照耀着他们 所以有些人那念经咒会打瞌睡 我告诉你 有业障有业障 对不对 当然你说念师尊文集 可不可以帮你精神正一下 其实呢还是在回向的问题 所以呢你在念经咒你都有杂念 那他们呢 你的冤亲在主周围接受的不是佛光 是接受你的杂念 对不对 哇但是说你念经咒你能够观想这个佛光照耀着他们 他们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能够那个就是回向了念经咒就是回向了 然后最后呢才做一起总回向念回向祭 再加强回向 所以呢我再强调一次 所谓的回向不是回向祭的时候念 是每一句经每一句咒 每一个念头都在回向 所有的众生去西方极乐世界 他们变成莲花童子 他们蒙着佛光在照耀 那每个人都变得清净光明 那个才是真正的回向了 所以呢这个诗文讲修行呢 也没有苦也没有乐 别人认为苦的我认为乐的 别人认为乐的我认为苦 别人认为苦的我认为不苦 别人认为乐的我认为不乐 要苦乐相等 要尽力要入三摩地修法 最主要还是要入三摩地 你如果没有办法定心 你是没有办法感应到土地公的 没有办法感应到财神的 乱乱念 还在求这个求那个 你是没有办法感应到财神的 那个你周围的冤亲债主 你都在还要回向他们 你过去是欠人家的 你都没有还 就一直在求求求 那那个你怎么样去感应到你的这个财神 本尊给你放光呢 所以呢一开始修法 其实你修法没有办法专心 念师尊的书 里面有很多的金刚神护法 给你团团的守护 但是呢 你也是一边念一边跟师尊祈祷 祈祷师尊给你灵感 为什么我讲说 这个求财一定要专心 因为你用你自己的方法 你是求不到财的 因为你有业障 你是绝对求不到财的 你除非把业障超度之后 本尊跟你相应之后 他会给你灵感 他会给你一个灵感 你绝对想不到的灵感 然后知道你下一步怎么做 你用自己的力量 你绝对想不到的 本尊护法给你灵感 然后让你知道你下一步怎么走 你那个财就来了 这个是最快的 所以一定要入三魔地 一定要懂得真正的回向 懂得真正的回向 不但诚释佛菩萨护法 也诚释你的冤亲寨主 也是要侍奉他们 因为你过去是欠他们 你不要想那个鬼 要想他们全部变成莲花童子 全部放光 你在念经咒的时候 想佛光一直照耀他们 你念经咒才不会打瞌睡 而且会越念越精神 就是这样 今天把这个秘密告诉大家了 所以你不要说 上次我念经咒 我打哈欠 是不是我有业障 原来都是乱念的 好 那所以呢 这个苦是 修苦行是因何众生心理 比较容易度众生 其实也有乐行 不苦不乐 同样的只要有心 用心去入定 入境 去觉悟宇宙的真理 你都可以成佛 苦乐 不苦苦不乐 都是修行的外向 最主要还是要能够入心的 今天就是跟大家讲 修行修法的心得了 好 看看同门 已经快20个留言 问第六 还有赖秋长 那东米罗 乖宫赖 缺南罗 范子健你好 好 那修优异 薰菌犬 斯巴拉丹 那有的供养上师 这是感恩上师的成全 张敏珍 尤美赖 陈氏 对陈氏 刘康辰 对 好多人帮我写陈氏 谢谢 萧家瑜 爱金翁 Joanna Lin 黄翠萍 Andy Frong Josemine Social金 你好 感谢大家 今天的这个文章 又跟大家分享完毕 这个礼拜又接近尾声了 节目最后 我们跟着伟大的师尊 一起来唱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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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同念佛者 同生极乐国 上报四重恩 夏季三度库 见佛了生死 如佛度一切 真佛宗弟子 是莲花会君 今此作回相 祈愿根本传圣师 愿师尊 常驻世间 常转法轮 无助涅槃 佛体安康 一切度重的誓愿 期间圆满吉祥 祈愿佛光铸造加持 师尊师母 长寿健康 回向所有参加 读书会直播 和重播的同盟 能够修法 刻起取证 能够念咒 回向放光 能够早日相应 所求圆满如意 我们以感慨的心 做观想大礼拜 一拜师尊十方佛 奥白光 阿弘光 昏蓝光 观想顶礼 善应 二拜师尊十方诸菩萨 奥白光 阿弘光 昏蓝光 观想顶礼 菩萨 善应 三拜护法金刚 奥白光 阿弘光 昏蓝光 观想顶礼 护法金刚 善应 自拼得一几手 礼敬十方圣贤 掌声鼓励 谢谢师尊 谢谢空虚明王 谢谢所有的佛菩萨 那今天呢 跟大家介绍三篇文章 八十老僧的笔记哦 哇 师尊呢 讲到两颗肿瘤 连师尊都会有这个业障的 肿瘤的业障 对不对 没有侥幸 还是要乖乖的念金咒回向 还有79岁的无常 连师尊都难免无常的兵业 让我们知道 要去面对无常 师尊是怎么面对的 示范给我们看 当我们面对无常的时候 绝对是不好受的 但是师尊也是安忍的度过 再来呢 讲到舍的精神 舍的领悟 最后呢 连自己都要舍 这个都是我们自己要学习到的 那要学布施持戒 忍入 精进禅定 智慧 六度万寻 八寻老僧笔记 还有密教智慧剑 讲到后面的尘世 真正的尘世 连吃饭供养都要观想尘世了 师尊的每一次尘世 所有的佛菩萨 每次供养都知道 他们有没有接受供养 有没有接受放光的 有没有接到他们的灵光 你看看师尊 做任何事 做好小事就是做大事 然后呢 上次跟大家提醒回向的要点了 是不是大家今天觉得非常的发心充满呢 哇 感谢哦 谢谢大家 你们每次看读书会直播都会有新的灵感 对不对 那个是佛菩萨加持的 YW John 从小兰 LA6 蜂蜜袋 上次脸色很好看 因为用滤镜 我用滤镜 好 绿东袋 原来是这样 之前念经打瞌睡 不知几时念经 你睡着了 你睡觉睡了再念 念了之后又会再睡 会这样 那其实是有业障 但是你改成在头部 观想那个佛光 一直照头部的 这个莲花童子们 你就会好了 好 陈怡如 罗美芝 还有其他名字都念过了 谢谢大家 受益很多 发喜充满 好 谢谢大家 我们给 好 那个下个礼拜 我们读书会直播 我们空中再会 热播天空新闻台 综合台温宣队 欢迎大家继续 给我们支持 转贴分享 谢谢大家 给大家 晚安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